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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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极先锋 娱乐消息八名中 大家好我是吴亦凡 关注我的消息就在娱乐极先锋 芒果娱乐难度娱乐奇力打造节目周一键 吴亦凡成为首位街头键的超级偶像 在上周为周一键发布会站台宣传后 吴亦凡接受了娱乐极先锋的专访 畅谈回中国后的发展 大聊生活趣事 帅气的吴亦凡 范二的吴亦凡 可爱的吴亦凡 你喜欢哪样的吴亦凡呢 娱乐极先锋与您一起分享 画样美男养成绩 好像前几天去参加天线向上的时候 是说身体有点不舒服 现在也还有点感冒 北京太冷了 今天穿那么少 没有做好就多穿件 今天因为他有外套了 那现在有回国 参加那么多的综艺活动吗 综艺节目吗 那你有适应到现在国内的一些 就是综艺的点啊 梗啊之类的吗 嗯 还好吧 其实上的也并不是特别多 然后我觉得 综艺的点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点 反正我就是比较 就是还是比较做自己的感觉吧 就是 然后大家看得开心就好了 摩托身形 嗓音低沉 气场降大 这个天气座的花样美男天生 就是具有非常优质的艺人素质啊 中文 韩文英文 优异的语言能力 也让他回到中国后的发展 如虎添翼 这解约风波还未平息 2014年6月 吴亦凡就参演 徐静雷导演的爱情电影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的拍摄 这也是他第一次演电影 7月17号上映的 《小时代3》 《刺激时代》中 吴亦凡演唱片尾曲《时间逐语》 8月 由韩国电影导演赵振奎 指导的《夏有乔木》 确定由吴亦凡来出演夏木 与韩庚助演搭档主演 12月1号 吴亦凡成为90后明星第一人 入驻上海杜沙夫人拉相馆 此外 各种杂志的拍摄 采访 代言活动 纷纷而来 马不停提的通告 星途可谓一片坦荡 对于吴亦凡来说 回中国发展 是完全不一样的新生活 其实肯定还是不一样 因为环境是 毕竟是不一样的 然后也有我们的差异 但是我觉得其实 对我来说 回国最好就是 能够回家 能够就是 能够家人家一起 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就够吧 还是非常开心的 在工作 因为父母离异 10岁的吴亦凡 就随母亲移民加拿大 但中国对他来说 是永远的故乡 而去年圣诞节 回家乡广州 做了一场周一见的 街头见面活动 吴亦凡成为 国内首位明星 走上街头 与粉丝互动的第一人 这也是吴亦凡 第一次 如此近距离的 与粉丝接触 还好吧 是 就是 人比较多 就会变得比较害羞 就会变得比较少言笑 那你不应该很习惯了 就是粉丝 那么多的一些场景吗 其实还好 而且主要那次 也是很近距离的接触 其实近距离不是特别多 所以还是挺紧张的 所以你拥抱他 拥抱粉丝 也是还是蛮紧张的 是啊 我还是蛮紧张的 他们紧张 其实我也是紧张的 那待会我们可以 把这个话告诉他们 因为他们刚刚在现场 就我在问 我说你们想问吴亦凡什么 他们想问你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 问你的腹肌 练好了吗 腹肌 练好了吗 差不多 你是答应过 练好了就秀给他们看 还是 练好了 等我 对 等我练好了 我会找一个好的机会 秀给他们看 吴亦凡言 一直很感动 有粉丝一路相随 粉丝是他前进的动力 回到中国后的发展 虽然一切都还在适应当中 但是吴亦凡也渐渐的能够 get到国内的综艺的点 在各类活动上的表现 也是亮点平平 选择回到中国 就是选择做自己 这个九年后的大男孩 不愿意被束缚 及千万宠爱 仍然低调谦逊 同时也在按照自己的脚步前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